主料,鱼苗仔600克,鱿鱼仔250克,辅料,野山椒20克,红尖椒,葱式料分两次用,姜,盐,料酒,生抽,醋,食用油,麻油,准备所需食材,将芋头煮熟续皮,煎块备用,将鱿鱼仔除去内放,去掉表皮薄膜,将配料处理好,野山椒留3-4克不切,其他都结丁,下油锅, 将葱姜和完整的野山椒备出香味,倒鱿鱼仔,盐,生抽翻炒入味,放少许水煮开,水开后中火为2-3分钟,将芋头装盘,浇上鱿鱼仔和卤汁,撒上野山椒丁和盐,蒸20分钟左右,蒸好后,撒红尖椒,葱花,将麻油烧热后浇在上面,然后开始,烹饪技巧 一,烧鱿鱼时可以倒些泡椒露汁,这样野山椒的味道更浓,不过前提是你不怕烂,二洗鱿鱼时用醋泡一下,可以去腥还可以快速包去鱿鱼身上的膜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